Leo聊事記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瑪雅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那昨晚由於太累了 所以沒有更新到影片 那今天的話我們會上兩部影片 這場比賽比較特別的是阿拉伯 阿拉伯地圖 那兩邊文明是南美中文明 瑪雅對上阿茲特克人 兩個都是老英國 老英國內戰都會蠻精彩的 因為兩邊都是蠻相似的文明 但是打法卻有大大不同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文明特性 南方是瑪雅 瑪雅的話資源持續會多5%還是10%的樣子 就是資源會多一些些 那你在採集資源的時候 資源還會比其他文明更多一點 有點算是永續發展的那種感覺 多一點資源 然後可以多挖一點 像是 喔它是多15%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就是你直接挖自己的景況 你就直接把這個5600 假如你的臭民權挖完這一塊 這一塊金礦 那它會再多15% 所以5600再加15% 大約是6000多黃金 對 當然是6000多一點點 所以你到後期 打到這個後期 你的金礦量跟石頭量 會跟對手的資源量是不太一樣的 那當然這個陸區也是 好 那除了之外 瑪雅這個工兵 非常便宜 地龍時代可以節省30% 那充電時代也有9折的效果 所以前期打弓箭 也會很容易一個 數量壓制上的一個優勢戰 那再來是 它的銀罐 古爾竊子毛兵 可以讓這個毛兵 會有這個散彈的效果 一發毛變成兩發毛 一直插一直走 非常強 而且這個能力有點像 庫曼的這個寶兵的效果 就是散彈槍毛兵 所以整體而言 這個瑪雅這個文明 打法是相當的有趣的 再來就是老英國 不是老英國 黃金國這個能力是它的金罐 瑪雅的金罐 它的金罐可以讓老英加40滴血 總共可以讓老英變成100滴血量 非常的硬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我們最近的影片有上到 它的資源採集量會多3 所以在這個前期就有這個效果 我覺得這個能力最強的是 黑暗時代就是這個能力 所以你看這個村民術 一般都是到10 就要回去放這個木頭 但它可以到13 非常誇張 每一隻村民都有13的這個效果 那就可以節省掉很多這種 奶鬼的運送時間 所以阿茲特克在前期 就會非常的強 支援量都會比其他文明 發展的更好一點 那除此之外 這個阿茲特克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能力 是這個修道院 每三個科技 都可以加5滴的血量 所以到了後期 如果全部的科技都點完 我記得可以到95滴血 非常硬 而且它一開始 這個文明 一開始還加50黃金 所以它打前期三棒棒進攻 是非常划算 因為你三棒棒進攻 是需要60黃金 通常你要再挖一個黃金 它可以去點這個師傅技術 這兩個在互相交流 一直在搭這邊 阿茲特克要打三棒棒 就不用挖到黃金 那這個前期的操作 就會少一點 然後又可以統出三棒棒 那如果要再下這個裝甲步兵 也是可以的 三棒棒 然後加裝甲步兵 連黃金都不用挖 但是這邊阿茲特克選擇了 二黃金的聰明挖結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應該是要棒棒 然後再轉小弓 然後戰矛的一個做法 好 那阿茲特克它的銀罐 紫毛器 也是對毛兵有加成的一個效果 可以增加毛兵的攻擊力 跟射程 所以後期喔 如果兩邊變成毛兵大戰 瑪雅的是散彈毛兵 那阿茲特克是射程標準的 然後攻擊力又偏高的一個毛兵 兩邊都是毛兵都有強化的效果 所以阿 所以我覺得南美洲文明玩起來都蠻特別的 好 再來講這個金罐 它的金罐呢 有這個龍罐戰爭 可以讓步兵攻擊力增加4 這個能力連這個擊兵都吃得到 所以它的擊兵應該算是遊戲裡面最 攻擊力 應該是最高的囉 對應該是最高 它擊兵傷害超高的 但是它沒有擊兵 它只有長槍兵欸 而且這個中槍槍兵有點可惜 算是有點削弱 所以我覺得最強的 擊兵 攻擊力最高的擊兵應該是那個 緬甸喔 緬甸有這個擊兵 然後每一個時代也會加一點的步兵攻擊力 最傷傷算是非常強的 好 這邊阿茲有拉一隻村民錢 謝勞不知道要幹嘛 但是這邊裝甲不平已經點下了 好看一下這邊 黃金量多五是不一樣 一開始支多五十塊黃金 差滿多的 好 裝甲準備要升級好了 但是瑪雅的三棒棒會先好 好 通常不應一毫直接變身 阿茲也好了 兩邊都好了 那這邊有個高地喔 這邊阿茲已經會反打了 以上高地一場回頭 但是媽也不是 傻子喔 跟你上高地打 好 那這邊 蓋了一個房子之後 這邊還插了一個瞭望塔 哇 這邊是極限 哇 沒看到阿 哈哈 他在這個視野也沒看到阿 好尷尬 哇 這個視野也算好 如果他在插近一點 雖然這個位置也不錯 但是如果插在這裡就看到 這一根直接插到驚慌會有點小傷 好 那這邊棒棒直接開始互打 好 下面裝甲了 那又是天空熊的小橘 哇 天空熊沒有人是瑪雅這邊的阿 這邊是瑪雅前線打輸了 因為瑪雅利用這個高地喔 輕鬆擊倒對手 天空兵 先優先處理掉裝甲步兵 但是天空熊突然倒戈了 看出起瑪雅的攻勵 天空熊太狠了 沒有人要理天空熊 感覺有點可憐 哈哈 好 那這邊抽一張 蓋好之後 馬上拉出門來直接硬敲 好 好 快去拉出門 我這邊是超不愧 光熊直接過來處理一下 擔心可能會十一村 光熊 光熊 光熊再射一下 光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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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無 激存1換1 兩邊的村民術 我有點慘 1換1 欸 是1換1嗎 總共這邊 看到起來可以1值怪怪的 應該這邊是11才對 嘿 好 兩邊一級射也下了 一級射都下好的情況 感覺還是瑪雅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瑪雅的攻兵比較便宜 阿茲這邊四攻兵進來 完蛋了 毀天滅地有一級射 很痛 哇 這裡還有個洞 完了 哇 十一村 有中就要十一村 這裡還沒有毛兵 攻兵 有點慘 被射 好 那這邊瑪雅覺得自己 要拉回這個 自己的戰線 下面也開始圍了 這邊才出現毛兵 想要來反擊 但是毛兵跟攻兵線上去就夠 這裡如果被逼到 然後下兩個射箭塔的話可能會出事 好 這邊一出來 先把攻兵解決掉 攻兵解決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只剩毛病的話應該還能打 好 那這一波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因為這邊是高地 這邊攻兵頭被射掉 攻兵也死了 好 兩邊這一波交戰應該是最後一波了 好 兩邊這一波交戰應該是最後一波了 什麼意思 哇 這個老鷹兩邊都有在出 哇 很可惜喔 這邊老鷹 沒有生這個異防 如果有生異防會更好 阿茲這邊有生異防 因為如果沒有生異防的話 被這個戰毛擊破 老鷹還是會血掉很快 這邊喔 毛兵還是先去處理 攻兵 攻兵 全部直接被處理掉 這邊是瑪雅的落敗 哇 前期這邊阿茲有點強啊 但這邊由於這邊出的兵太多 毛病安太多的關係 所以瑪雅這邊已經可以上城堡 斯帶來這次也挺...挺兵了 好 中間還是要插個箭塔 防一下這個主精 不然主精一直被燒了 是有點難受的 好 主精英好 把他在裡為死 先穩穩的上這個城堡斯彈 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 這邊是瑪雅 看一下這個毛病 是打不到龍線 我們應該到城堡斯帶 才會在第二波開戰 好 這邊奴兵升級二級射 還有二級伐木也點了 很標準的一個升級流程 那沒有二級農鐵是因為 點這個奴兵喔 跟這個二級射的關係喔 所以肉量會不夠 那如果再去點的話 有人還會斷穿喔 所以這邊先以不斷穿為主 所以二級農鐵要找個擊退點 當然有時候也有可能喔 上城堡斯後才點也是有可能的 這個肉真的不太夠 好 優先點這個守飛車 我看也可以 這邊村魚樹有點過多 40幾村 這時候點一個輪軸 可以讓自己全部是40幾村的村魚樹 做全面的一個提示 而不是只有農鐵而已 所以上守飛車我覺得 比大上魚這個上二級農鐵還重要 這個叫輪軸 很習慣喔 一律把這個輪軸跟守飛車 念守飛車 好 那這邊直接把這個TC喔 蓋一下這個石頭的地方 看來要來打寶兵喔 那瑪雅的寶兵也是非常強的 因為他的毛兵是 當作是馬攻所順 雖然跑速比馬攻慢了一點點 但是這個 羽繞防力是非常高的 大陣這邊阿祖是打老兵喔 二級防也好了 抗電池能力還不錯 那這邊攻兵數量有點少 可能要... 全部被施光了 跑步會結束在點上 可以再讓這個老鷹的跑速更快一點 那再說回來 瑪雅這邊攻兵喔 瑪雅的... 老兵喔 是這個... 跑速很快的一個效果 基本上喔 跟這個老鷹的跑速差不多 但是比老鷹慢一點點 因為老鷹還有這個護衛技術 但是瑪雅與射手 是沒有這個技術的關係阿 所以... 跑速會慢一點點 但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喔 我不太確定瑪雅與射手 會不會持到護衛技術 不過連瑪雅也有護衛技術的話 那與射手會不會持到呢 這件事情一直讓我有點...疑惑 但由於他的... 手續是公兵喔 所以我覺得猜測喔 應該是吃不到很快 那他算不攻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子問喔 因為之前有人說 有一些觀眾說 護衛可以讓... 射手吃到 這個讓我有點給問 呵呵呵 但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吃到 因為如果能吃得到的話 這個射手真的跑... 跑到咱咬在過夜 那射手的話有個缺點喔 就是他的射程 跟攻擊力稍微低一點 如果到強弩的話 強弩攻擊力一死了 但射手到金月 那全部攻擊點滿 也只有九攻而已 所以射手還是... 有一些路也在 但好處是他有關告 所以跟... 對方的攻擊力呢 或是這個馬龍互打的時候 比較會打出一點優勢啦 好 這邊紅子車過來硬砸 那這邊要自己自己給他紅子車嗎 還是... 比較直接用攻擊硬撿呢 這邊要用攻擊硬撿的話 小心喔 要被秀操作 好 這裡最好是把這個喔 宅頭給打開喔 不然這個... 偷子車喔 直接砸這個宅頭 假的 會直接世界末日喔 呵... 這個宅頭太恐怖了 哇... 你們他也知道這個宅頭可以好好利用 呵呵... 該找偷子打 OK 走出來直接映射 看來偷子車 好... 機會輸出 順便... 大概偷子車來修一下 好... 升級小御劍塔 好... 直接硬砸 唉唷... 宅頭很恐怖 這一頭攻兵要是被砸到 MAYA可能要直接進去了 好... 兩隻老鷹出來想要嘗試去解 看來有點困難 好... 我的偷子車數量來到第四台 阿斯這個打法 就是前壓 只差僧侶了 但是打MAYA那一戰的話 韓美中 老鷹國內戰是不會吃太老鷹 因為你出... 這個... 僧侶喔 對方如果出老鷹的話 也是有抗招牆能力 而且很容易被克制 因為老鷹打僧侶是有額外傷害的 所以內戰來說 打死你的氣空下 是不太會出的 我從... 哇... 這一頭爛 這一頭攻擊直接爆開 哇... 這一個是不是 MAYA沒有 MAYA這個... 神保還有85分 喔... 又找到一波 黃神保剛才好幾個收穿 還好這邊MAYA有彈道雪 這個... 上上還是有打出來 讓大量的... MAYA的... 達茲特克的一個老鷹喔 省私慘重 但自己喔 也是受到了重傷了 但還好 由於對方 達茲是單體C的關係喔 所以川民術並沒有拉開泰泳 還是有機會喔 那目前MAYA雖然這邊也是被重創的 但其實喔 這個分數並沒有被拉開泰泳 還是很稍微領先的 領先大約四百分 好 後面把剩餘的老鷹 家裡的老鷹解決掉了 那阿茲看起來這一波... 重創喔 並沒有讓MAYA直接... 原地往生 反正讓他開出第三個TC出來 那第三個TC的話 這邊MAYA好像要趕快灑天啊 不然這邊... 可能要斷村了 自己經濟喔 並沒有到非常好 好 再離散農田也不容易喔 很容易農田會砸光 所以農田有時候開在下面這個位置 但是自己的木頭也是非常需要的 好 那MAYA的村民術開始拉開了 領先六村 那自己的羽射手應該出了 那羽射手的話 就會比較好去秀對方的一個青頭 因為青頭... 要砸到我也比較不容易了 所以跑速比較快一點 阿茲還是蓋一個修道院了 這修道院的話 主要是要拿來解遺跡用 畢竟有遺跡的話 打後鞋子比較容易一點 好 我們直接走過來 看到BK 頭車也在附近而已 我要小心一點 好 那... 這邊TC 蓋這個位置有點怪怪的喔 那這個... 我們蓋這個... 中間是沒有礦車的位置 呵呵呵 他是這個... TC 長得有點... 特別 好 這邊直接射進來 先殺村民 這一坨工兵是要哪裡送的 我們殺多少 我們就殺這把村 然後殺了這些村民之後 很明顯村民術被拉開了 上面村民四處逃亂 哇 被殺到六十村 村民術要被插去快二十村了 哇 這一村沒殺掉 唉唷 殺掉 再來一村 哇 真的差距六十村了 六十村比八十村 雖然這一坨工兵送掉了 但是後面羽射手一直有在按 第二波工兵慢慢也走出來了 這一波... 算有點傷喔 好 那前面蓋一個城堡石頭 這個星空 瑪雅怎麼突然... 突然又活起來了 啊 這頭子車硬掌 欸這個沒有被控 反正 頭子車... 小心一點 五十村的數量只有十八隻而已 哇...直接倒一排 好...修一下操作 有點危險 還好 這個羽射手 吃到頭子車一發 還不會全倒 因為懷疑是40 40傷害而已喔 那...馬尾羽射手是50 低血 今天那個羽射手的話 是六五低血 所以抗頭子車的能力還是不錯 可是兩發直接打到 可能就... 出不了頭 所以只有三台 卡到了 兩發 兩發 一發 這個城堡也要變道德堡了嗎 哎呀... 再度又陷入下風 阿子的經濟開始補回來 七十村 好...在家裡補下了一個... 另一隻貼囉 四隻 讓他另一隻貼 好...在家裡 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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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頭子車 所以就有優勢在 阿斯呢 這時候補下第四個TC喔 那這個位置就開得不錯 還有石頭跟木頭 這個TC就是有點依依不明 不如開這個位置 這裡還有黃金 好...那這邊喔 阿斯帶死守這個城堡 想讓城堡直接手撕掉 好... 但這邊一直... 不用老鷹一直上去貼 有點怪怪的 這個頭車往前 然後老鷹直接硬拆 就可以拆到這個城堡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想要 引游對手 去蓋這個城堡 然後可以故意去拆 這也是有可能的 這也是有可能的 好...阿斯帶走 點一下隊王子戰 來來點一下地獄王 摩子環一點呢 點一下摩子環之後 以車守的射速 又可以再加持一點 這個準度會更精準一點 好... 現在阿斯... 沒有東西可以再進去進入 哇...這波秀得不錯 雖然這邊有一個秀掉 一換一 那這個城堡也是...順利的 把他敵掉 拿回之後 先不及其他問題 好...拿回之後之後 把這個城堡 蓋在有車的位置 蓋在防守這個TC 那這裡還可以少到一點金礦 但這邊是沒有看到的環形 所以就知道 左邊好一塊金礦 那他這邊不知道 沒想到 也已經離自家這麼近了 那這個城堡蓋完了 應該也是會看到 好... 好... 這邊升至下二級 攻 嗯... 點一點資源喔 待會要點這個... 老一的升級 跟這個三級法 所以這邊... 阿滋喔... 不能再... 花一些資源 再花下去的話 可能會有點窮喔 好... 麥卡帝王一上招 先點三級射 怕血可能也會先補 對 那再來 我們再去補這個... 麻辣金礦 金礦 金礦的魚射手升級 這叫... 之後才會做的事 好... 這邊想要秀操作 先去掉牌 重新車 OK... 這就是魚射手的優勢 射速快 跑得也快 好... 血量多一點點 這就是魚射手的優勢 好... 這邊他很秀俠俠 哇... 這邊骰... 骰...骰... 很...很秀 好... 先射掉... 蓋城堡的村民 射光之後 但是也幾乎死胡同 直接被卡在這裏高地 但是... 這邊阿茲 還沒有三級防禦的關係喔 被電子射到也是不要不要的 好... 雖然這邊魚射手 直接被濕光了 但是阿茲喔 可以是順利的 要魚射手 擠掉了 好... 魚射手還在量產中 好... 那這邊喔 資源存一下 待會還是可以上這個... 金瑞 上金瑞之後 阿茲這邊就更... 更猛一點了 那這邊升級的資源 是需要七百肉跟一千木頭 所以問題是在這個木頭 我們是... 在這個... 肉量 那這個要... 開始要大反目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邊一直按這個魚射手 不要點那個金瑞有點困 好... 所以這邊村民座 還是要繼續按 至少按到一百三寸 呃... 職業量就會起來 職業量起來 就很容易去撥出這個魚射手的升級 那通常打內戰喔 瑪雅... 應該是會... 出一點 抗治一些老硬的東西 例如這個... 雙手劍兵阿... 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個情況出雙手劍兵 要去硬砍好像有點... 好... 不如就直接出大量魚射手 當然大量魚射手 怎麼射手手不一定死 那還是很困難 所以要... 你看瑪雅的操作 不... 不出這個... 雙手劍兵好不好 就已經靠操作了 喔... 操作開始秀起來了喔 有有有... 這個操作可以喔 這個奇異拉看起來很舒服 好... 那這邊還是... 中間兩塊城堡 直接... 硬扛... 但是這邊... 巨頭可能會射掉 好... OK... 射掉對手 我可以使這個劍使傷看 那還行阿 只有一擊射有 在城堡上來更高 12公斤 那這邊瑪雅 的防御力喔 很高 你看一下這個... 哇... 1加2 好... 這加2... 遠方有5阿 很高的一個防御力 這到了金瑞之後 既然還會加1 所以遠方吃6 好... 這邊... 城堡... 竟然可以射到 面索金鵝鵝 這邊巨頭已經有兩牌了 要小心一點 可能會爆炸 好... 這邊鵝鵝... 還在補... 三級攻擊點呢 既射手... 集中性還是比較好 到處燒囉 還是比較easy一點 應該是射... 射的順子傷害多高阿 好... 既射手現在是九兜 還是現在城堡 可以投 到處都去投 城堡越來越多 救的村民又越多 哇...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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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都... 超過來了 三台出一頭 沒有他只有兩牌 兩位可以就這麼回 三巨頭... 三小就能去啊 看來三巨頭怎麼贏 看來這邊阿智死了一牌 撐錯了 看來這邊還在做騷擾 哇靠這邊... 這幾隻... 射手怎麼沒有被處理掉 阿智的村民一直在裡抽 後裏就剛好有95村 快到100村 他被誇生把他散穿了 好... 這個... 這個... 這邊只要看命打 好... 把這個... 瑪雅的巨頭給掉之後 自己... 也要撤退 這邊... 有點... 難解啦 等到我們... 可以去撞了 這幾隻... 好... 這邊... 看來要來硬點了嗎 這邊阿智... 城堡... 沒有點... 哇... 城堡還是掉了耶 沒有點射程... 但是... 還掉了... 掉了... 掉了... 怎麼辦 那... 這邊沒有城堡 右邊這個城堡也掉了 哇... 瑪雅這邊... 陷入... 大危機啊 看這邊阿智... 村民只剩... 村民只剩... 村民已經少了 那... 現在... 瑪雅抓到就是 趕快先防守 你看... 把這個巨頭拆一拆 好... 把這個拆在城堡前後 再搶回來 巨頭... 巨頭 再出一下 再出了3、4牌 好... 這邊存一下肉 可以點那個... 瑪雅的精銳升級 褲頭量... 開始有點多了 後面這個... 上億人挖... 挖... 挖... 超多人 好... 因為... 羽毛劍射手 升級好之後 能力... 全部大幅提升 好... 全防變成6 2加4 全都65滴血 射手了 所以老人的效果 還是用了... 非常多的... 非常好 所以現在還是走動 所以用了... 性型的走動 他的Disto 就是Disto的一個... 跳舞 我老人直接過來 來... 欸欸欸欸... 幹什麼... 城堡直接硬貼 你遠房高也只是這樣送的啊 好... 這邊11隻去追... 13隻的老鷹有點... 不自量力 但是可以做個操作試試看 好... 這邊終於想通了... 三巨頭 只有三巨頭 才能搞定一切啊 兩巨頭是搞不定的 可以... 是不是要拿下 煩蛋... 這...裡... 老鷹直接看到大藥蔥 在昏伐木 這個要... 準備一些大先行喔 好... 三巨頭... 終於就是能搞定一切了 進入個殘寶之後 他就... 可以拿下 這個機器喔 可以再... 衝一下 欸... 中間已經沒有多少村子在種田了 那... 村子也是非常少的 哇... 這裡被衝太多村命了 翻一下 老鷹就可以多11村 因為老鷹的攻擊像是9加4 還沒有點下這個... 龍冠戰爭喔 如果點下之後的話 這個攻擊變8加9 8加9 老鷹很痛的 好... 好... 真的沒錯 超過人脈 還要直接硬上來硬咄了 好... 他直接上來硬咄 注意招 但是這邊主力的瑪雅 你射手沒有被修理到 很尷尬 龍冠戰爭還沒有號 你就先抽了 你先點啦 但是你就先抽了 哇... 那個沒有先點就不好 可能會讓... 阿姿這邊... 會直接倒台喔 因為他這邊黃金量其實不多了 哇... 沒有先等好... 沒有先等這攻擊力好再上 一盒 好... 好... 傷害也很明顯變高了 直接一吃... 射手... 射手... 會不會吃光喔 有困難... 這邊是高低打低 大家可以看老鷹稍微結光了 哇... 好... 瑪雅真的是不出... 雙手劍兵 直接用羽射手秀光對手 但對手這邊一直沒有去處理 瑪雅羽射手也是一個問題啦 這個數量羽射手只會越來越多啊 你不去處理他的數量就越來越誇張 到時候要處理就更困難了 弓箭手... 最難打的地方就是這樣子 數量不多下 就是很難處理 所以要靠這個工程器 那... 阿姿打工程器也是可以的 因為他還有這個重型頭車 那重型頭車的話 照待也是很快 有1450樓 所以阿姿這邊 第二組的兵出眾 但是... 他真的有投資太多 就是一個老鷹喔 老鷹安太多了 現在要出... 投資器... 相當困難 地圖上的黃金 被挖得差不多了 當這個黃金 他有全部這個黃金 就是... 瑪雅的... 最後的黃金喔 他自己一下 人挖的眼睛喔 也挖得差不多了 超貼二波 你射手在做操作 超貼二波 你射手在做操作 哇... 修刀麥阿 日子抽不了 奇異發 直接死一隻阿 雖然攻擊一隻有9而已阿 5加4 那遠方這邊是8 所以射一下只有1滴 但是只要有6滴的話 他有最高地的話 還是能射得掉 喔...很痛 很痛很痛 很痛很痛 這射穿很痛 我看這八大九老鷹 發生很高 怎麼辦 瑪雅阿 這邊你超的斷金了 但是中間巨頭在猜 沒有 那邊超明瞬子 三兩九一一吹 瑪雅三七一四吹 兩邊穿都很少 在這邊瑪雅那邊 木頭怎麼有點... 有點爆炸 4千多木 放開了一大堆的木頭 去換全黃金 一次都可以繼續按了 雨射手數量 來到了81隻雨射手 數量太龐大了 正面要怎麼打呢 沒有頭子車 只能切毛兵了嗎 好毛兵這部分 還沒有點下這個... 斷毛升級喔 紫毛蟹還沒有點... 他還在紫毛蟹點算 紫毛蟹 那邊倒就不會了 先放了石兵 解釋出來 那邊的 這個是一拿來 這種直接無双拍這 這邊想要再繼續打一個側面 側翼打擊嗎 這邊側翼下去的話 這一家金晶應該也要美了 沒有農田就沒有戰寶 沒有戰寶就打不贏 射出太快了 就算射這邊巨頭 吸收一滴 還是非常迅速射光了 丹尼爾這邊打出了 GG 這邊損失真的非常慘重 來看一下 兩邊的經濟 經濟部分目前看起來 是瑪雅這邊 是比較慘一點 畢竟阿茲特克一開始就是加3的能力 可以讓所有的經濟 全部拉起來 但是後期手推車後期才點 你看這邊 前面這麼晚點手推車到後期這邊 才贏一點點 但是這邊瑪雅更慘 瑪雅點輪走之後 就忘記點手推車了 所以這邊瑪雅的經濟並沒有很好 但是靠著自己的 羽射手大量去修個操作 然後也殺到蠻多村民的 所以導致阿茲這邊 雖然經濟看起來是有贏的 但是後期 正面有點起不太起來 有點被羽射手克制住 所以導致後面這羽射手數量越來越多 造成丹尼爾 後期無法出了這些羽射手 所以只能打出了GG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再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